我们都已经知道Genboard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线上工具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远距教学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Genboard的样本 然后把它post在不管是使用什么会议软体 你是用Google Meet 你是用Teams 还是你是用Zoom之类的 那它都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让同学及时互动的一个白板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怎么样使用Genboard去做一个Worksheet 就是工作单啦 那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那同学现在看到的画面应该就是Genboard的画面 那同学都已经知道 按这个加号就可以新增一个新的Genboard 那这边我们是用现有的去改 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空白的Genboard 所以我们把它点开来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使用的Genboard 那基本的功能同学大概都已经知道了 那什么叫做Worksheet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今天要放一个工作单 在这个版面上 让同学可能去上面书写啊 画画啊 或者去做一些连连看之类的 那我们要有个D稿嘛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当然我们可以用现有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用Word 或其他的软体去画一个Worksheet 你要使用的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活动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Genboard上面 当然你可以 那我们今天简单一点 我们就用现成的 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上过这个 所谓的World Wall 这个游戏互动软体 那就是你可以制作一些很有趣的小游戏 让同学去用各种不同的活动去练习 那我们就用一个现有的啊 这个其实也是别的 别的老师做的一个模板 我只是稍微把它拿来用一下 那先看一下啦 这个基本的样子应该是一些运动名称的学习 所以同学可能看到 这个东西它如果是柔道 你就要点 然后点了 然后下一个它又会跑出来 然后速度当然是可以调整啦 如果是全集的话你就点一下 大致上是这样 那这边我们就想说 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放上Genboard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纸本化的一个活动 所以同学如果看到右边这一区 所以它有interaction 其实就是这些你可以互动的 会动的游戏 但是还有另外一区叫做printables 就是你可以印出来做成纸本练习的活动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把它拷披下来 放在Genboard上面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看一下我要什么 然后我们先点 OK第一个match up 应该就是连连看吧 所以这边它就会给你一个工作单 然后是把左边的区块连到右边的区块 你可能看到boxing在这里 你就可以把它连起来 然后你可能看到shooting在这里 你就可以把它连起来 然后之类的啦 你就可以让学生去做这个活动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放在Genboard上面呢 那第一个步骤 如果这个游戏是你要的版面啦 那你当然先第一步先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这边应该你就可以暂时不要用 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档案 我们download下来的PDF档案 我们download下来的PDF档案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你就会发现Genboard左边这个选项 它并没有一个选项 是让你把现成的PDF放上来 然后做成一个工作单 那但是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它可以做到的事情是 这边有一个picture的样子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你可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图档 然后把它放到Genboard上面 那我要怎么把PDF档变成图档 当然有一个方式是你可以用软体转换 但是会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其实就是荧幕截图 那你就想说我是不是要整个截图 然后就把它截下来 然后放上去就好了 所以你点一下图画把它拉过来 然后你的图片就会出现在Genboard上面 那是不是这样我就做好了 但是你会发现Genboard它是一个横的版面 你如果放上这样一个直的单子 然后就算你把它拉到最大 那其实这中间也会浪费很多空间啦 你会看到这边都是白的 然后同学只会在这个版面上面工作 那其实还蛮浪费的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事咧 当然那我们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想说这个东西我就先把它删掉 想说我们刚刚看到这是我们要的版面嘛 然后我希望同学可以在这整个Genboard上面活动 所以我会希望左半部是这个 右半部是这个 那请你就记得你可以分开截图 那你可能这边告诉我说 这边我截一个 然后这边我也截一个 然后大小都差不多 然后暂时我就不要了 然后这时候点一下图片 然后我要左边的先拉上来 然后这时候你等等等等 就会看到OK 这个其实就是我要的左边的图 那我就可以再把它放大 然后这时候我要把另外一个 它的运动的图案 然后放到右边 那我就再新增一张图片 然后把它放到右手边 然后弄到跟左边差不多一样大 你稍微调整一下你要的位置 然后这样会斜过去不好 所以稍微调整一下你想要的大小跟位置 让它们稍微平行一下 好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有好大的空间可以做活动 那如果是学生的话 他可能可以开画笔啊 然后我们如果选蓝色的笔 然后他可能要去找 然后他可能要去找 Table Tennis在哪里 Table Tennis在这里 所以他可以连过来一条线 或者你的同学 他可能喜欢画线 画得稍微漂亮 稍微直一点 那也可以 那你还记得我们也教过 如果你要画一条直线的话 譬如Cycling 然后你就按一下Shift键 然后滑鼠拉过来 然后这时候 它就会是一条直的线 其实就是可以把它拿来 线上课使用啦 你就可以点同学 然后一个一个 可能叫他去做零零看 那你就可以把这块荧幕 就分享给所有全班的同学 但是你就是要特别注意啦 那Genboard它并没有办法去 开启特定学生的权限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 稍微教育一下你的学生们 就是没事不要在上面乱画 那可能是你要求哪一个学生 做作业的时候 那再请他去画这样之类的 那这时候你可能 又会有一个问题啦 那这种状况 万一同学可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手键按一下清除画面 OK所有东西就不见了 或是他可能只是要画线的时候 不小心按到这个箭头 就开始把板面洞乱了 怎么办 那所以如果它是一个worksheet的话 那我们当然要把这整个版面 都把它固定下来 是学生没有办法移动的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咧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设定背景 那我们就要把这块板面变成背景 没有办法移除的所谓的 background picture 那怎么办 你看一下设定背景 你当然可以把它设定成各种样式的背景啊 但不管你把它设成什么蓝色图表 还是把它设成蓝色的黑色的底 反正不管怎么样 它都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把这整个图都变成背景 那你可以怎么做 想一下 你可以怎么做 让同学可能没有办法 不小心或者是故意的 就任意拖拉你设计好的版面 那你就会发现 你如果点按这个设计背景 然后这边有刚刚你可能会注意到的一个 你可以新增图片 那既然你可以新增图片的话 你就有办法去把这整个背景都把它变成一张图 然后摆进去 可以怎么做 当然啦 就是靠荧幕截图 所以你把这整个版面 你要的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再点开设定背景 新增图片 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图片 然后把它贴上去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是可以动啊 因为原本的背景图已经放在最底下了 而且是你不能移动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上面的东西再删除 所以剩下来的就是不能移动的背景图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试试看 你再清除画面 你写一些字 你画一些图 然后你再清除画面 学生都没有办法把你设定好的背景图像 把它清除掉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 没有办法 学生没有办法更改 没有办法移动 除非它去把这个背景的图样换掉 要不然它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这个board的样式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可能要提醒同学们 在制作genboard worksheet的时候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就是哪些教材 哪些board上面 哪些部分是你希望同学不要误按到 然后不要刻意的去移动 那又有哪些东西可能 譬如你要放一个便利贴啊 告诉学生说你加上你的名字 跟student ID 把它填上来 如果你有这个选项啦 那这个部分你可能需要修改的话 你就千万不要把它放到你的背景图像里面 不然它就会变成黄黄的一块 没有办法移除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可能要特别提醒同学可以做的 就应该是说很重要 但是同学常忽略的小步骤 就是把你做好的这个版面 然后截图设定成这个genboard的底图 那这样同学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你这个底图的样式 他只能在上面去画图啊 然后连连看啊 或者是写字啊 做各种你要他做的活动